字幕仔 我們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不多做贅述 影片有三支 一個是 這個Youtube頻道 他剪的兩分鐘預告 然後一個是公視的報導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是輕鬼司機員的 指數長達13分鐘 都會放在影片下方 我想講的是 很簡單 輕軌已經在高雄跑了 也有個一年兩年了吧 然後 影片敘述說 一年內 闖越 穿越 那個行徑中的那個 輕軌行徑中的穿越車輛 有達到7000件 你有7000件 你沒有任何的罰則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在幹什麼 兩年 是為了選票嗎 你有那個資本 把科技執法 放在高雄市左轉 還設了兩個一個在 高雄夢時代 時代大道的路口 一個在施甲國宅Costco旁邊的路口 你卻沒有錢 裝科技執法在 輕軌行徑的路口 然後 這一些影片 我希望大家可以看到 去思考 去思辨 這件事情 讓交通更安全 就這樣 這支影片到這裡結束 請問一下 注意 解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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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